我後退一點點 好我們從左手邊開始看 左手邊 慢慢的看到正中央第一排 接下來看右手邊 看不算很黑嗎 這個一定要從這個戶外跑到跑去 其實我們戶外就在手下 對可是總是要那個 露出頭來曬曬太陽的感覺 怎麼會想要做像這樣子類型的節目 在什麼事情都在水下 其實就是沒有人做啦 主要是沒有人做 然後我們希望做水下 這次創新主要是水下收音 因為我們希望把陸地上的那個 請講的模式來到水底下 所以我們把主持人到水底下講話 是他不是只有用 旁白跟語音樂而已 是用收音的方式來介紹水下世界 好那我想問問看 在做這個類型的節目之前 你本身就是一個熱愛戶外運動的人 還是統統的外運動的人 我本身就很愛跳海 其實因為我是從外景前面做外裝 日本我約一直到台灣 到水下30米 而且其實外景是比較像的 只是一直想要做電影 好那糟糕了 現在水下30米有沒有講 接下來還要再做什麼 我覺得台灣其實還很漂亮 那我希望還是告訴大家 很多關於台灣的海溝 我們現在已經在播第二集了 對目前應該開始要播出第二集 那我們當然希望再把台灣的海 其實海是沈默 因為我們大概陸地上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海也看不到 可能它其實已經每天都在影響 所以你看水下30米 第二集水下60米 這樣水下30米 有點就水下30米 對那就這樣做 因為台灣的這個海域 真的其實蠻漂亮的 而且很豐富 它的生物啊 還有它的這個生物 生物袋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就很多我們就不看過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往下 介紹更多台灣的海 謝謝 非常感謝你把這個 寂靜的這一片生意 帶給我們陸地上所有的同學們 讓我們一包煙福跟耳福 謝謝你 恭喜